我想很快说一下 这两天在政策方面的立场 就是赖昨天投书华尔街日报 提到了四大资助 让台海永续和平与国家繁荣 包括强化国防和阻力量 巩固经济安全发展 强健民主伙伴关系 维持两岸现状 这个主张基本上是维持了蔡英文路线 但是几乎在同一个时间 侯友宜又提出了作为四大主张 根据中时的报道 他放大绝一刺狂抛四大主张 里面特别提到了 第一接受九二共识 第二恢复四个月一期 就是病疫 从刚刚通过的一年病疫改回四个月 然后要撤销NCC 然后核二核三要研议 核一可以考虑重启 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重启服贸 这里面没有提到 所以实际上他提了五大主张 我想问一下赖立委 对于侯友宜提的五大主张 接受九二共识 恢复四个月兵疫 撤销NCC 核一核二核三演议 还有重启服贸 对不起 克文哲的态度是什么 我想这五个议题里面 在国会都是具争议性的 那争议当然像九二共识 这个不是在国会直接的处理 但是它间接在刚刚讲的 相关的两岸的关联里面 会不会涉及到我们对外 涉外里面的一些压力降低 比如说我们希望想要到 立陶宛增加更多的 这样的一个交流经贸的时候 中国就会打压了 或者说你要跟欧盟 再签一个什么商务的备忘的时候 中国就给你跳脚 所以终究九二的概念 或者是所谓的共识 一直还是比较过去 大家主张说 是权宜的时候 作为一个立场上面的宣示 但它事实上能不能影响 台湾在做国际外交里面 能够在中国打压的情势 降低的一个表态 在积极度上面有没有效益 我自己个人看到是没有效益的 所以柯文哲是会接受九二共识 所以他说九二共识已经没有市场了 我们也常常讲九二共识在台湾 没有市场 甚至在我这个年代 或更年轻的人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九二共识 所以他在市府的时候 我想苏华医院也知道 他提出来的五个互相 或者说义务心观点的方式 就是希望跳脱说 既然你要一个所谓的名称式的框架 来建立平台交流 那九二那个时候是马云九先生 他的一个执政时候 走到今天好像奉为他们蓝银里面的 一个最没有不可以被挑战的红线 但是这个放在全国的国人的概念里面 从经贸经商通行通学的这种交流里面 可能还是起了一些稳定性的作用 但是他不代表国人的共识 我只能这样讲 他代表那个时候执政上面的一个 必须要采行的一个政策 那延续到现在 是国民党的内部一部分的人 可能还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两岸交流里面的一个好的政策 那柯P这一次他也很清楚在讲 他说在现在 不管说你要重启什么各个什么的交流 都要先以九二为前提的话 我想他不会接受了 我们也不需要用这个 可是国台办前两天就这么说 他们赞成重启服务的话 就必须以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为前提 国台办前两天就是记者会很明确说 所以现在柯P要重启服务 他也不会用别的方式来回应 我说你说国台办 他一定用这个程序来标准自私的要求 然后提出 那现在是 现在民党政府也没有要重启服务 说老实话 他也不会在这个关头去谈这个事情 我说这整件事情 从后到尾就很奇怪了 就是说我们内部的这个国政这个白皮书 朝你的时候 本来大家都会开会讨论 那会请很多的学者来 那大家一定会分门别类 比如说外交上面的极大议题什么 两岸之间极大议题什么 当然在经贸上就有人提说 这个是一个悬而未决 甚至在立院还已经 行政院送来这个103年到现在的这个审议 要求立院审议也没有退回 也没有审议中 所以它四个议题 那有人就把它写出来 那不知道怎样 反正讯息流出去 就开始说 他们的国政白皮书一定有这一个 那我想走到今天 也不用去回避说 福贸或货贸 或者是两岸的关系里面 要不要有一个协定 那协定要不要经立院同意 立院有没有监督跟否决权 关键在这里 国际贸易里面很清楚要有这样的一个 类似就是国会同意 事前监督 事中审议 事后查核 完全没有动 这七年 资政党不要提 没有再处理 这中间四年的疫情 也没有人在把这件事情当作主要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开始来谈的时候 当然很挑战的就是说 好 那未来后疫情时代 整个经贸的发展里面 如果面对这个大的市场 还有机会从 不管是货贸先行 福贸再来 怎么谈 谁来谈 我觉得在国人的这个认知里面 也认为问题应该是定性成这样 可是现在大家都是会去回应说 那中国要求九二共识为前提才能谈 那这样子我觉得不管谁当总统 都没有一定要用九二共识 才会跟对方启动这件事情 反而是我国内的共识没有的时候 这件事情不可能端上台面 我在国会观察到现在是这样 那特别现在是民进党最大 那他不启动大概没有机会 那如果三党不过半 三党有机会真的好好坐下来谈 把里面的利弊得失分析清楚 也许还有可能谈 不然我自己认为这个议题是不可能往前 但是我想最后我马上让许议员来言 我马上想确认一点 柯文哲是反黑箱 不反服贸 柯文哲不会为了要重启服贸 而接受九二共识 是这样吗 我想你这个逻辑用套的 我也不能在这里说你讲的是对还是不对 但是我说第一个反黑箱跟反服贸 当时我自己也参与太阳化学的运动 我们也很清楚知道里面的人各式各样都自由 有些真的不是不反服贸的 他是知道这个程序有问题的 所以你说里面有没有市农工商 有啊 但是学生成为主题 其实很多劳工团体也上街 怕担心什么工作机会 还有一些这种造成的这个 一些大家也担心说来的人 会不会是有一些分子比较复杂 大家都懂嘛 大家在台湾看那么多 不会不懂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他已经在国会的这个 工厅会上面 柯P好像他确实有讲过 他是反黑箱嘛 那他反不反服贸 黑箱等不等于就是反这个黑箱服贸 有可能啊 那我自己就认为当时就是黑箱下的服贸啊 所以才会那个30秒之后大家就罵成这样子 所以这个服贸的内容没有被戏咎之外 还是程序上面国会根本就没有权利去阻挡 这个造成大家今天对于黑箱跟服贸 是不是等号这件事情就没有内容 没有实际的内容可以在国会好好的审查 所以最后国民党民党应该是同意 就是说如果有两岸的这个协定的监督条例 那是可以谈判服贸的 那大家就退回说那我们是不是 就是说经济跟政治之间我们取得一个平衡 我觉得这个方向如果大家没有意见 现在大家都爱面对这个事情 那我们党团也开始在研理这个两岸协定的监督的条例 我觉得我要补充一下 反黑箱不板服贸 反黑箱但是是支持服贸 我觉得就是从头到尾一开始 那个我觉得柯文哲 他一直以来就是先丢一个球出来 然后这个球好像反应非常激烈 然后舆论压力很大 又赶快再改口 其实我跟他在议会我们已经八年了 他讲的包括以前的国安讲稿 从本来他说没有啊 那个没有两岸一家亲啊 那为什么忽然有两岸一家亲的国安讲稿 那当时又说有啊总统府看过 就是总统府看过的是A版 他自己又写了B版又讲了B版 那然后现在开始他讲说我们要重启服贸 我没有我为什么要讲重启服贸 就表示他认为服贸是OK的嘛 所以要重启嘛 然后他当时又去解释说我是反黑箱 所以他现在又讲说反黑箱没有反服贸 怎么可能没有反服贸啊 他确实他确对他没有反服贸没有错 他是支持服贸 所以变得让很多的年轻人认为说 我当时真的是误会你了 你从头到尾你其实是支持服贸的 那我觉得不要在文字上去做一个片面的解释 然后呢一下讲A一下又讲B 然后让民众混淆 那混淆以后这事情又不见了 但是呢我觉得刚刚其实 王豪一直在指引的就是说 九二共事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态度 包括当时柯文哲在市议会的时候 他有提到五个互相 五个互相 对五个互相 但是五个互相 中国也是啊 台办那边讲五个互相 还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才有五个互相 你没有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是没有五个互相的 所以他还是一直强调一个中国 那到底柯文哲支持一个中国的概念吗 所以一个中国跟九二共事概念上是不是已经也被混用了吗 所以国民党没有说 一个中国的各表 一个中国的各表 国民党说现在他就是九二共事 我觉得国民党他很明确的 他也很明确告诉大家 我是指 包括侯友宜 我们是支持九二共事啊 他讲得很明确 国民党夏立言去厦门开会 是明确接受 包括马英九去访中 也是明确接受一中原则下的九二共事 这个没有争议了 现在有争议的是柯文哲 现在我们比较不知道的是 柯文哲是不是接受一中原则下的九二共事 我想他没有直接说他对九二共事接受与否 所以当时在市府 我想议员也很清楚的知道 他基于市长首长要办那个活动前提之下 他对于对岸的关系脉络 承接前市府的两岸论坛 是当时国内唯一政府部门的平台 所以这一点就是一个延续 到现在应该我知道好像蒋市长也会延续这个平台 那如果说要一定以九二共事为前提 才能够进行两岸的交流这件事情 是对方设的框架 对方设的那个agenda 那我想那国民党他要遂行这个目的性 他会一直同意这个九二共事 但是在现在以民众党来讲 特别科菲他也提到过 现在如果说都一定要以一中为前提 那一中各表 中共早就已经说没这回事了 只有一中 那我们怎么会进入这个同意权呢 这是太怪了嘛 如果今天的宪法里面就是 侯市长讲的这个宪法九二共事 他讲的宪法是一个中华民国 还是这个早年的中华民国 给予其他的治权等等 也都已经是很落后的一个概念了 所以我想如果今天要用 你是否接受九二共事 来作为说他是在这个 这个反中与不反中 我觉得这个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 也大概不会是等号的 真正要反中也好 或者是要抗中也好 他在形式上当然是对自己台湾 我们自己这个国家的主权 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 对外的这个政治经济发展的实力之后 还有国际情势的这个交流之后 形成了一个比较有效的认同感 那这个认同感 今天中国在我们的隔壁 这个14亿人口的经济体 然后他是在RCEP 已经取得了这个主导性的 这个经济发展下 我们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是跟九二共事 是不能脱钩去理解他的 所以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说 九二共事 那我们就在这个大散之下 那我们来接受 那就是国民党的路线 看起来是这样子 那我想我们在这个部分 并没有直接接受九二共事 作为刚刚所有的这个问题的前提 这只能说 那谁有更好的智慧来解决 提出解方 那所以才说 那个五个互相这件事情 是也许没有市场 我想在座几位可能都不觉得 科匹的五个市场 五个互相有市场 但是基本上他是这样认定 他就会用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是支持五个互相 我支持五个乡 但是呢 中国就告诉你 五个互相还是一个中国的原始下 才有五个互相 如果你没有一个中国的原始下 是没有五个互相 那我们怎么能接受呢 然后另外再讲说 你重启服贸 刚刚王浩也提了嘛 重启服贸 他还是跟你讲 回到九个公司的一个原则下 你才可以重启服贸 那我要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现在 柯文哲当时是市长 他可以这个部分 可以含糊笼统直接带过 可是现在是要选的是总统 那到底你要把台湾 带到什么样的未来 什么样的路线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讲清楚 不是跟我讲说 今天有没有一个中国的原则 是一件事情 重启服贸是一件事情 然后呢 我就提出另外一个五个互相 然后到底你的原则是什么 你是支持一宗吗 我觉得这个部分 还是要有明确的表态 那我觉得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对 因为我觉得 现在 为什么现在你在提 重启服贸这件事情 会有这么多 我想想示范会更清楚 怎么说呢 是一个蛮 台湾这次选举 我观察蛮奇怪的 就任何的国家选举嘛 就是选举嘛 当然第一名会赢嘛 就是只当选一个嘛 那一般的选举的媒体 就叫第一名第二名之争嘛 第二名有没有超过第一名嘛 台湾的选举 从一开始就看谁是第三名 这是很奇怪 一直讨问 这个后友 是不是第三名 然后呢 我觉得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是 台湾的政治结构呢 它是一种仇恨 互相的这种抗争的 所以第三名那个人 可能被弃掉 所以说 先争到第二的话 就能二三通吃 因为这这么有逻辑 所以说我觉得 一开始就蛮奇怪的 然后呢 从头到尾呢 好像都没有什么 这个政策的论证啊 我首先我认为 就是说 既然是政策 就没有对错嘛 大家都拿出来 让大家来 就是说 把自己的论述 讲清楚 让大家来判断嘛 那我觉得 为什么福茂 福茂其实是一个 非常经济的一个课题 但是说呢 为什么变这么重要呢 就是说 现在在国际的大的形势上 没有任何人敢打亲中牌 那我要跟中国好 我是一个中国 我们要怎么样 没有任何人敢在政治上 或者国防上 跟中国走一条线 这个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只有是一个国贸 一个福茂的问题 是可以稍微和中国 或者说表达善意 或者是像台湾那表示 我是可以和中国沟通的 这么一个渠道了 所以说就变成这一方面了 那这一方面呢 既然说出来 我觉得 那就大大磅磅承认也可以嘛 就是赖清德一开始 他的立场就是 我坚决反对福茂嘛 这个很清晰嘛 就是说 那才把的论述讲出来 让大家判断 支持不支持嘛 但是另外两个候选人 第一个侯友一直不说 一直不说呢 后来说出来 说出来以后呢 后来又说出来 这个九二共识 他也承认 然后又加了很多前提 就是说的也吞吞吐吐嘛 那么柯市长这边呢 也是就是说 一会儿说有 一会儿说没有 也是并不是很清晰的 所以说我认为 首先政策并不是没有对错 政策的话 大家拿出来辩论的嘛 谁讲的有 对论素有说服 说服就有用 但是说 这种政策并不是很清晰的话 这个会很 在选战应该是相对比较吃亏的 所以说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 其实我也 当然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了解 但是我也想听听 这个双方的 完整的论素是什么 你要推动服貌的话 那你要从哪些 就是 为什么对台湾的好处在哪里 就讲清楚嘛 讲清楚 大家就可以判断了嘛 所以说 我觉得这点应该 把台湾的选举 不是说 现在就是说 又在考虑 沟台铭是不是真选 还是假选嘛 就每次选举的议题 永远是变成候选人 或者是侯友宜 有没有去拜访 某某某韩国瑜 某某拜访王金平 台湾的选举一直在这样 我觉得如果真的把服貌 绑在桌面上 大家辩论 我觉得这个呢 是对台湾社会进步时 更有用的一个方向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 搜寻三国演义 一二三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